在课程的一开始我介绍过我在本地与服务器之间打了一个通道 让服务器去把主机的访问转发到我的本地开发环境上 现在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服务器上面配置通道用的一个Nginx配置文件里面的内容 相比之前我做了一点修改 这里一开始定义了一个上游服务叫wpdev 下面配置了一个server 主机名是wpdev.net 服务器启用了https 下面又配置了一个location区块 里面用了prosypath 注意这里我做了一点修改 之前用的是http协议转发 现在我把它改成了用https转发到wpdev这个上游服务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的本地开发环境上面也启用了https 如果这里面设置成http协议的话 Nginx会报400Bad Request Tool 明镇看起来电话